站在林犬園身邊保持不動 搜救犬Clay耐心十足 沒有進一步的指令 不會任意動作 Clay是目前新竹市 最訓練有素的搜救犬 又鑑於他優異的表現 Clay今年要代表新竹市 前往芬蘭參加 第28屆搜救犬世界盃 新竹市代理市長邱成遠 送上了祝福 希望他的好表現 可以在國際比賽上 為新竹市爭光 其實搜救犬 對於我們的 相關救災的一個能量 跟一個專業的搜尋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另外因為 這一次我們在參加 世界錦標賽之前 我們也參加 國內的一個相關比賽 當時Clay也獲得了 第一名的一個佳績 所以我們馬上來去 支應 動用我們第二預備金 支應這一次出國比賽的 相關費用 那另一個方面 我們的搜救犬的訓練場 也是我們全台灣第三個 除了消防署跟高雄之外 北台灣唯一一座的一個搜救場 那為了完善 搜救場的 訓練場的一個 相關認證 跟檢驗的一個認證 市府也動用第二預備金 大概有新台幣 53萬元 來做相關設備的一個完善 領犬員 溫志欽指出 Clay去年也參加過世界盃的比賽 從中吸取了不少的經驗 因此最近的訓練 就是希望Clay 能夠更加的習慣 跟適應細微的氣味 也帶著他在更開闊的環境訓練 希望他可以更加服從 領犬員的指令 因為去年世界盃 有給我們一些比較 比較好的經驗 所以我們今年有嘗試 使用就是這些方式 還有這些的那個躲藏方式 下去做訓練 然後有讓他去習慣的味道 可能比較不會這麼的濃密 可能會比較細微的 這些東西 服從的話 我們有嘗試去比較寬廣的場地 因為他這次 世界盃的服從場地的話 是在體育場裡面 旁邊也會圍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也有嘗試 在比較多人的地方 去做這些的訓練 讓他提前有一些習慣的動作 Clay現在在國內的各項比賽 已經獲獎無數 這次前往芬蘭比賽 也有很高的機率可以獲獎 看準了Clay的好表現 新竹市政府這次 也是動用了第二預備金 作為他出國比賽的相關費用 之前也一樣動用第二預備金 來擴充以及完善新竹市的 搜救犬訓練場 種種的努力就是對Clay寄予厚望 希望他可以在國際上 展現出最好的表現 記者林彥斌採訪報導